甚至到這一屆的最後面 還是有一些耳語 去講說 林佩償運的啦 票太高啦 本一個啦 運的啦 運到的啦 因為他為他運到齁 所以票應該都分給我一點 我比較危險 不知道你會不會跟我一樣覺得很不甘 為什麼認真做事的人 認真工作的人 要去分把自己的成果 把自己好不容易做好的工作成果 去分給那些不認真的人呢 我一直認為 身為一個議員的候選人 身為一個民意代表的候選人 你會說自己危險 就是因為你不夠認真 如果你認真的話 你就不用臨時爆火腳 選舉投票倒數計時 當一般候選人開始高喊搶救和告急牌時 競選連任安樂區市議員的 基東市議會副議長林佩祥 在網路上推出 以南港展覽館為背景的 溫馨真心告白短片 用四年來擔任市議員 認真工作 特別是經常到南港展覽館 關心處理基東通勤族交通問題 為選民服務的認真態度 請選民繼續支持 讓認真工作的人 把基隆變得更好 與其說危險 可以傳達到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那我剛好是在安樂區 我剛好我最care的是通勤族 那我想其他議員 認真的議員也有一樣的想法 那我們只能呼籲說 覺得如果你跟我們一樣 是一個認真工作的人 如果你們跟我們一樣 是一個想要好好把基隆市 變得更好的人 那如果你剛好也在安樂區 請你支持五號林佩祥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跟我有一樣的想法 認為認真工作是對的 認真工作是好的 基隆市議員 是應該把基隆市變得更好 那 如果你剛好你的戶籍 也在基隆市安樂區 在11月26號 這個禮拜六 麻煩你投一票 給我五號候選人林佩祥 讓我們一起把安樂區變得更好 讓我們一起 讓認真工作的人 把基隆市變得更棒 謝謝你